台中市有多项的大型建设正在新建中 像是水南汇整中心及绿美图等 而为了扎根工程伦理 并且将这份信念从大学端就开始播种 台中市政府就新手了法务部廉政署 台中高分检台中地检署 还有在立的四所公私立大学联盟 也共同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要将工程伦理导入到各校的专业学习课程里 让未来踏入到社会投入公共建设的新鲜诊 也能在职场运用力量以及坚守连接操守 政府的大型公共工程推动有助地方发展 但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也可能因此延伸出弊案等问题 公司协力以连能来守护公共工程品质 也希望将这份理念往校圆推动 台中市政府是西手法务部廉政署 台中高分检台中地检署 与在立四所大学联盟 这一天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也展现了跨域合作 坚守连能封气的决心 伦理的问题是齐齐相关的 那个平台的过程就是如何让所有的重大工程没有任何的瑕疵 没有任何的争议 不会有像以往往往发生一点瑕疵 就会抹灭所有工程人员的一个辛劳 大家焦点就已经转移了 整个国家的建设也被影响了 25个小时有排这样的跟同学之间的一个互动 那么觉得说这个确实对于未来地方的建设很有 应该是说很正面的一个东西 与四项合作目标将工程伦理从大学端导入到各校的专业学习课程 让种子从校园萌芽建立连结操守观念 也要帮助学子来精进职能 扎根连能诚信 也进一步来提升公共工程品质 让我们同学从这个在大学端开始呢 他就开始接触到这种工程伦理的这些方面的概念 因为未来他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 可能就会投入到这一块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那学校呢当然是除了这种工程伦理的这样课程的一个重视以外 我们对于所有学生啊 这研究生以上呢 他们都要去修这个学术伦理的课程 他们要几个学分的这个时间 要参与这个才能够开始他们的一个研究 市府呢特别是政风单位 很积极的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找我们的各司法单位 把工程案例集合起来 拿来找大学 出钱又出力 让我们大学呢在自己的这个 开课范围内呢 另外再开授工程伦理相关的课程 来让这个什么学者能够更明了 从公司部门在绑架推广遗产学合作 共同建立联能的工程品质及采购环境 要让力量可以更扎实 也要借此鼓励台中培育出的优秀人才 投身政府部门为城市服务 这链交话台中才疯不到 这边的工程好 再来看看